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康乃馨 非洲菊 百合花 牡丹花 梅花 玉金香 樱花的泰语 怎么说? 希望各位还记住每个字卡的意思 还有要学会如何使用它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 首先我们来看康乃馨 ドカネシャン ドカネシャン也是使用英文来的外语 台湾跟很多国家的母亲姐 是使用康乃馨 ドカネシャン 来表达母子的爱 接下来是 ドカネビラ 非洲菊 ドカリリ 百合花 各位应该有注意到我们把外来花都放在同一组 主要的原因是想让各位比较容易记得它们 因为外来花的说法 泰国人也直接用英文的语音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花 当各位被泰国朋友问到国花 各位怎么回答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梅花 泰语叫做 ドカメイ ドカメイ 就是台湾的国花 再来就是 牡丹花 泰文叫做 ドカボタン ドカボタン就是 中国大陆的国花哦 刚我们有讲到 牡丹花 梅花 那现在我们来看 郁金香 泰语叫 ドカテューレップ 也是使用英文来的外来语 郁金香是 荷兰国花 接下来是 樱花 泰语叫做 ドカサクラ 也是使用日文来的语音 樱花是日本国花 所以想看漂亮樱花 当然一定要是日本 不过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国家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种类的樱花 其实在泰国北部 东北部 樱花完全也不输日本 三大赏樱的景点 有 礼府 清迈府 清来府 在泰国看到的樱花种类 就是 喜马拉雅樱花 泰语叫做 ドカナンプヤスアクロン 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去泰国赏樱哦 今天我们已经学了 各种各样的花 不过花有好几种类 所以下一集 我们要上的课程 还是跟花有关的字卡哦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刚刚学过的字卡好吗 我可以说 试试试试试试试想 因为现在时间不早了 今天的节目要到此又告一段落了 请大家别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还有要天天练习 这样你很快就学会泰语咯 我们下次再会吧 Sawadika Sawadika Sawadika